謝謝安哥帶我從10萬 獲利120萬 真是太爽了 錢上還要再疊錢 拍影片宣稱都是投資獲利 但這其實都是 報和會的詐騙手法 警方查出他們架設 趨勢文化網站成立假公司 以高獲利誘騙投資 至少35人受害 得手500萬 被警方一舉掃盪 犯下無事起的重大刑案 這是一個目無防法的犯罪集團 居然來到新北市犯罪 新北市一定扛起責任 新北市長侯友宜說重話 下了抄家令 絕不手忍 買理線模式OK嗎 那我們正在登錄了 因為是報和會為事據點 幾個月前 中山區百富菲利酒店 被警方查獲 酒店內大批紙箱 裝的全是假酒 記者重新回到現場 酒店已經悄悄改名 據了解這裡疑似 已經換了經營團隊 疑似一主 但報和會賺錢手腕一套 詐騙獲利 不少髒款 都拿去投資海外 賺盡不少錢 做的事情比較有技術性 比較有門檻 是一般的幫派或甚至腳頭 根本就是跟不上的 真上位的人也蠻多的 所以說你說外面的人來講 可能是比較不至於 但是內部的人 喚起的可能會比較快 道上修漢出名 儘管保和會遭點名除惡 但內部人士真上位 當然不可能將地盤拱手讓出 猴死爾的正式宣戰 讓警方繃緊神經印證 記者郭鮮愛王英竹 台北採訪報導 怕動手速 等鬥用 12月12號開始 跟著中天走 掰囉比十二台 立刻訂閱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完全免錢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守護台灣 刷一排加一 3 4 6 7 10 12